Yo 各位朋友 大家好 那很高興來跟各位聊天啦 今天就只有聊天而已 你發現鏡頭前面什麼都沒有 今天主要是聊天 聊什麼呢 聊七月份 聊鬼故事 因為各位都知道台灣這邊 農曆七月差不多要到了 什麼是農曆七月呢 就是你們像香港啦 或是其他國家的一些 漁蘭盆節 就是鬼節的意思啦 那台灣呢是屬於一個多元宗教的一個國家 所以什麼教都有 什麼神也有 什麼鬼都有 所以台灣人很怕鬼 很信神很怕鬼 散布古希呢 就像有些人就會調侃說 台灣什麼最多 7-11 跟廟宇最多 當然這也不是空穴來風的 確實台灣的廟宇真是多到跟7-11一樣多 那台灣人就很愛拜拜 因為很怕鬼 那我今天要講幾個 我自己在還沒有成為完全無神論之前 所發生的一些怪事 當然這些怪事呢 是用科學沒有辦法解釋的怪事 各位就當作聽廣播的那個感覺來聽我講故事啦 這邊沒有螢幕你也不用特別要看螢幕 沒有 那當然 我要講的故事啦 你們在其他地方 如果是跟我有同樣共鳴的人 應該也有聽過 如果沒有的話呢 當然就是我個人親身發生的故事 這是我親自的 不是從別人那邊聽來的 當然聽來的是後續聽到的一些 對於這個故事的一些解說 我們就開始吧 那當然各位都知道 台灣人在某個年紀到了之後呢 就有一個所謂的伏兵役這件事情 什麼叫伏兵役呢 就是做兵啦 要當兵 台灣呢在那時候我在當兵的時候 就是有分所謂的自願意 跟義務意 義務意就是台灣這邊俗稱的不願意 不願意的 然後沒完意的 義務意就是不願意的 那我呢就是屬於不願意的那一塊 那時候呢因為有交女朋友嘛 交女朋友當兵最怕什麼 就是兵便啦 嚇到要死啦 每次要去當兵就很擔心說 哇靠北 女朋友會不會帶人走啊 什麼的 所以大家 台灣的男人啦 普遍非常的討厭當兵 然後當兵也是一個非常浪費 時間的事情 因為你會整整 因為當兵那時候是當一年兩個月 那當然我有修軍訓 就把硬是扣掉了兩個月了 所以我是當一年的兵而已 那當然伏兵役呢 是一個很浪費時間的事情 但是有人講說 當兵的男人 會從當兵的經驗中成長茁壯 也確實啦 當兵也給了我不少東西啦 那這是後話 我們後續再跟各位有機會在聊天 我們今天主要是聊鬼故事 當兵的鬼故事 各位最喜歡軍中鬼故事 那我當兵的時候呢 我是海軍 因為我在讀書的時候 我高職的時候 是讀輪船機械相關的科系 因為我是我朋友 我澎湖人啦 台灣的小海島澎湖 我是澎湖人 所以呢那時候呢 澎湖人要讀什麼學校 就是只有一所公立的高中 跟一所公立的職校 那當然高中以我的成績 maybe可以啦 但是呢高中沒什麼好玩的 那時候學長又鼓吹說 欸幹你去讀輪船機械可以去日本玩耶 那時候就被因為這句話騙了 所以我去讀輪船機械了 那當然這又是另外一段後話 那我讀輪船機械呢 你一畢業之後呢 你以為你是輪船機械相關專業技能吧 當兵連抽都不用抽 直接黑箱作業就把你發去海軍了 直接就發去海軍 沒錯 台灣的發兵科就是這麼的隨便 就像是你今天班長問你說 欸民間專長是什麼 民間專長沒有專長啊 然後那你平常都在幹什麼 打電腦啊好你去文書 那你平常在幹什麼 都外面自己吃飯啊 吃飯好去火房 就是這麼隨便的發 發你去其他的兵科 就是這樣就是 反正你兵科發了 你就是去什麼兵種啊 就是他隨便發就對了 那我因為我的職業 我的我們的技能是輪船機械 所以我就被發到海軍去了 連抽都不用抽 那海軍呢他是一個 不要說海軍啦 應該說軍中他是一個非常封閉的地方 那也是一個非常高壓壓力很高的地方 即便是新訓中心 那當然海軍任何軍種都一樣 你在要去下部隊之前 你一定會不會先被發到新訓中心 去學一些當兵 發到部隊的一些專業技能 那當然海軍更可憐 平常陸軍可能30天就可以直接下單位了 像我們海軍比較可憐 要40幾天才可以下單位 那這40幾天在軍中一個多月就是很煎熬的 因為新訓呢 他所有的上課超課時間全部都是排滿的 所以你會很累 累到比狗還累 所以人家說當兵就累到跟狗一樣 真的是每天比狗還累啦 不要說累到跟狗一樣啦 狗都還沒你那麼累 那這是台灣的 所以台灣人不喜歡當兵 那當然這個故事呢 就發生在我在新訓中心的時候 那新訓中心呢 他們我先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當兵時候的那個新訓中心 休息那個 我們那個那一棟的寢室的一些 呃怎麼講 他外圍的那就是一些租源啦 講的是租源 建築外觀啦 一些你先聽完 你們再知道我在講什麼 那因為我當時在當兵的時候呢 我新訓中心我是10中隊的 因為台灣這邊海軍有分 1、2中、3、4中、5、6中 單數跟雙數呢 是兩個不同梯次的 單數的像我們這種雙數的就是 雙數這一梯的就是 1、2、4、6、8、10 那單數的就是1、3、5、7、9 他們就是下個月的梯次 或下兩個月的梯次 因為海軍是兩個月一招啦 所以呢你基本上 你不會跟對面中隊的遇到 就是只有你可能 因為我是10中隊 那我們的建築呢 就是10中隊是在 從往前看的右手邊 左手邊就是11中隊 那中間呢 他一個房子是兩層樓的建築啦 中間就是分隔兩邊的中間 有一個很大的 就是一個很大的廣場 空間開放空間 然後兩排樓梯往上二樓 然後中間就一個執行官的執行桌 我這樣形容你們 上個腦子想像一下就知道了 那如果你是海軍就知道我在講什麼了 那當時我是10中隊 那當然你在新訓當兵 也會有所謂的戰哨 就會有直根你會戰哨 那如果你不小心排到了就是兩 就是12點到兩點的或是兩點到 因為這兩個小時一根嘛對不對 就是都會輪到 如果你不小心排到晚上夜間站到夜更 就是一件非常倒楣的事情 因為晚上什麼蚊子多 蚊子很多 蟋蟀也多 怪事情也多 所以晚上你自然而然就會很害怕 那這是我還沒有變TK之前 我那時候呢跟我們的港配的 我們因為戰哨呢 我剛剛跟各位講的嘛 他是一棟長形的建築 左右邊的 那我們左 我們10中隊這邊呢 從執行官桌進去之後呢 第一個看到就是一整排的大通鋪 四排大通鋪 就是給 我們講的我們就是學生 二兵學生休息的地方 那在過去呢就是 洗澡跟上廁所大便洗衣服的地方 那就是一個浴室間跟洗衣間 再往前就是我們戰哨的地方 他就是一個側門 那側門就是一個鐵門 然後上面有一塊很大塊的玻璃 壓克力還是玻璃其實忘記了啦 就是你可以看到裡面 裡面也可以看到外面 那戰哨就是一個站外面 一個站裡面 然後呢兩個小時嘛 就是半個小時一根 半個小時呢你們要 就兩個人 因為你們兩個就相對嘛 你站外面他站裡面 就背對背 然後一個看裡面一個看外面 那每半個小時呢 你們兩個會把門打開之後呢 巡視建築物的周圍這樣子一圈 等於是你會從十中隊的 我們兩個人嘛 門打開之後門鎖起來 會從十中隊的一個從左邊 建築物的左邊繞一圈 一個從建築物的右邊繞一圈 最後你們會包夾 會在十一中隊的對面 十一中隊那個玻璃門 會合 然後再一樣錯開 兩個人就回 一樣就是 變成他尋你那邊 你尋他那邊這樣回來那個門 然後門打開之後呢 原本你站外面 你就會變成站裡面 兩個人欠舉這樣子 好 那各位都知道了齁 那 在站哨的這個過程中呢 那一天發生了一件事情齁 就是因為 你也知道當站哨非常的無聊 兩個小時你什麼都不能做就是站著 然後你腳也會很痠 腳就痠嘛 你看當然你會無聊 無聊怎麼辦呢 就是 沒聊沒事情找事做嘛 你就會去敲那個玻璃 因為你們是背對背嘛 你就會叩叩叩 然後對面就會轉過來看 你說靠北你在敲什麼 然後你還會給你叩叩叩 兩個人就很無聊就對了 反正男人的快樂就這麼簡單 兩個人就是互相叩叩叩 那當然 有時候你轉過來沒多久 他會叩你一下 然後你轉過去看到他在那邊 然後他在傻笑 然後你也對他傻笑 你也叩叩他一下 表示你靠北啊這樣子的感覺 那當然我在戰哨的時候 就發生這件事情 就突然有一次啦 我們在戰哨的時候呢 就 我對外的時候 突然聽到裡面的玻璃 有人在對我 叩叩 那你第一個直覺就是 裡面那個 你鋼鐵在叫你了嘛 那你人 你聽到叩叩 你轉過去 其實這個叩叩到轉過去 大概兩秒的時間 你的反應時間轉過去 其實只有兩秒啦 可是你轉過去的時候呢 你發現 欸 玻璃門的對面 你沒有看到你同梯的 你要想說靠北 他是不是悄悄 然後故意蹲下來躲你嘛 然後你就看 往下看 也沒有人 下面都沒有人 你把門打開 他發現這個人 沒有站在門的對面 那你就很疑惑說 人咧 會不會躲到旁邊的樓梯間 也沒有 你再進去看沒有人 當你在找他的時候呢 就突然發現 你鋼鐵的從對面 的洗衣間 那邊走出來 跟廁所 因為洗衣間跟廁所 是在一起的 他從洗衣間那邊走出來 然後呢 洗衣間 從這個門到洗衣間的那個 那個門 大概你要用跑的 也可能要三秒 兩秒到三秒的時間 跑過去 那正常你反應過來轉過來 他跑過去的時候 他人應該還會有一個影子 閃進去嘛對不對 可是我是完全沒有看到人 那你就發現那個人 從門裡面走出來 然後在那邊東張西望 然後呢 你第一個想法 先不是說 是誰在call 你是先問他說 你怎麼了 別衝好笑 然後呢 對方就跟你講說 不會 他剛說他有看到 有從寢室那邊 因為我們站上嘛對不對 對面不是跟你講 我們那個建築物就是 先看到 先安關桌 然後寢室 然後洗衣間 廁所跟 洗澡的地方 然後才是我們那個門 他就說看到 從寢室的地方 有人走進去 那個洗衣間裡面 那邊有廁所嘛 他想說 是不是有人去放流 還是放曬 然後呢 因為我們 我們站照一定要知道 看是哪個 鋼鐵的 晚上放流 夜尿多 那可是他發現說 那個人進去之後呢 很久都沒出來 他想說 奇怪是不是去大便了 他就走過去廁所 然後一間一間去敲 因為他發現小便的地方沒有人 大便的地方 他就一間一間敲門 這樣開 五間裡面都沒有人 好 那第一個想法 我們是先不會想到說 是不是有鬼啊 沒有啦 他第一個想法是 靠北 是不是他出來了 他沒有看到 我就摸摸頭 人不見了 那我就跟我鋼鐵說 你這麼無聊幹嘛 我以為你摸摸摸我之後 然後跑去裡面躲起來了 然後呢 我同梯才跟我講說 我沒有空你啊 就是那時候敲玻璃這些事情 他說他沒有敲我玻璃啊 他就是看到有人進去 他直接就走進去了 所以當下呢 到底是誰來敲我的玻璃呢 我不知道 只是覺得 就有一點點毛毛的這樣子 這是我的第一個故事啦 然後呢 第二個故事 我自己親身發生的第二個故事 就是在於 一樣是夜間直耕的時候 那時候我還在新訓中心的 前一個禮拜 準備要發到部隊的一個禮拜 那時候心裡就很高興說 夜總算不用站中雞八毛的哨了 也不用在那邊餵蚊子了 好 那在一樣的時間點 我們準備要做 我剛剛跟各位講的就是 兩個人要嵌局之前 不是要尋整排建築物的 左邊跟右邊 我們要交叉巡邏嘛對不對 好 那在交叉巡邏的過程中呢 我們從 正門口走過去 看到執行官 執行官看到我們嘛 你要跟執行官打招呼 那正門看到我之後呢 我就走過去準備要到 十一中的 他們那個 一樣側門那個玻璃門的 那個門的時候呢 我突然看到有一個人影 從 我的左手邊 很快的跑到右手邊 那你第一個直覺想到 靠北 逃兵 不然就是靠北 怪貓怪小 你就 那時候有拿一隻 木頭的井棍 說真的不長啦 短短的一隻木頭井棍 跟手電筒 你就抓著手電筒 開始追 追那個跑掉的東西 因為當兵你追到這個 那說真的他會技工耶 就抓到了嘛 你看到就開始跑 然後呢你就發現 你的同梯 因為跑到那個十一中 那個側門的時候 你同梯也跟著你在 也跟著跑了 表示他也有看到 有人從那邊跑過去 我們兩個就看到了 心領神會就開始追啊 然後追到呢 因為在十一中的 十一中跟十一中的那棟建築物的 往後面走 大概走個兩分鐘 會看到一個很大的空地 那空地上面就是有一個類似那種階梯椅 就那種類似禮堂的那種階梯椅 那是一個很大的訓練場 那我們就看到那個東西啦 跑到那個訓練場 那個空地那邊 他跑進去之後呢 就躲到那邊的草叢那邊了 我們就拿手電筒 兩個人在那邊追 拿那隻木頭的井棍 兩個人在那邊揮啊 在那邊追他的 那因為離建築物比較遠了 我們就開始會講話了 誰啊出來啊 幹妹妹啊 就開始揮他啊 可是後來發現我們兩個 就追了一圈之後呢 都沒有看到有人 因為照理說有人躲在那邊 你應該也找到了 可是就沒有看到有人 那第一個想法呢 當然先不要讓自己害怕 第一個想法是 應該是野狗 雖然說我們兩個都知道 那個體型不可能是野狗 但是我們第一個 當然不可能嚇自己 應該是野狗 然後我就跟我講話說 靠北啊 不是做兵的都就有怪事了吧 然後我們就當然也知道 就是可能有遇到那種怪事 那我們兩個也就不講話了 就好啦沒關係沒關係 我們兩個就回去了 本來是左右邊輪著巡的 當下你也不要了 兩個人就一起肩並肩的走過去 然後走到前面執行官那邊 我們就跟執行官 執行的班長講說 欸班長 剛有看到有一個人從那邊跑過去呢 然後我們就很緊張嘛 而且可是 我們還沒有講 可是沒有看到人的時候呢 班長就只是 好啊 喔好了 他知道了這樣子 我知道 就這樣子了 那就叫我們回去戰哨了 他也不問 怎樣怎樣 就好像這種事情很稀鬆平常一樣 那那件事情過後呢 你知道 好奇心啦 害死一頭 害死一隻貓 害死一頭牛 我們就 一件事卡著 我跟我鋼鐵到門口站上 其實你也沒有心去站了啦 門就打開 兩個人就躲到裡面了啦 然後就說 欸幹 你剛剛到底是怎麼回事 其實大家都知道 一定是遇到鬼了啦 看到歐娘啦 但是呢 兩個人就好啦 早班 早上的時候呢 再跟班長問看看 好那早上呢 因為我們已經 其實快要發部隊了 那時候相對的一些 訓練就比較鬆散了 比較輕鬆了 好那時間也多了 班長可以跟你們聊天的時間也多了 好那當然他就 我們就問班長說 欸幹那天 遇到這種怪事情 人家班長你也傳不到你的事 班長才跟我們講齁 呃 在N年前 當然他也不知道什麼時候 追溯不到那時候了 他說在N年前呢 我們有某個學長 就像新兵的學長呢 在進來當兵之前 跟女神有可能發生一些爭執 好一些事情 直到他進來當兵的時候呢 第一天他打公共電話的時候呢 他女朋友跟他分手 兩個人要撤了 好那這個阿兵哥呢 就很難受啊 那難受怎麼辦 他就想不開了 想不開怎麼樣 逃兵 好 那你逃兵你要怎麼辦 你不 因為海軍 因為我是海軍嘛 我在高雄左營當兵 台灣的高雄左營 南部 當兵呢 你能做什麼事情 你要逃兵 只能第一個選擇 從正門口 通過十幾個哨口 走出去 這是不可能的 因為你過一個哨口 可能就被攔下來了 那這個是不切實際的嘛 那第二個呢 就是從後面那邊 翻過一個圍牆 從海邊跳下去 游到對面的旗津港 齁旗津港口 那當然這也是不切實際的 因為高雄的那個 海流 其實 暗流還蠻多的啦 你今天 水性夠好的 你從這邊游到對面 你體力夠 你游得過去 當然你就 逃得掉了 前提是水 不要被人家 抓到 你只要逃得掉 基本上就跑掉了 可是呢 如果你跑不掉的話呢 大概半年左右 就會看你飄到旗津港了 各位應該聽得懂我在講什麼啦 半年之後你就飄到那邊去了 所以這也是不切實際的 那唯一能夠逃跑的呢 就只剩下 當年 當年 我講的是當年的設置 當然幫你講講也是當年的設置 我們的 我們時鐘隊的旁邊那邊 有一個圍牆 現在那個圍牆很高 我在我當比爾殺機很高 加到兩公尺多了 你根本跳不上去啦 幹除非你是體育班的 不然你跳不上去啦 他現在圍牆加到兩公尺多了 在以前那個圍牆大概不到兩公尺 大概1.8公尺而已 180公分左右的高度而已 其實你一翻就可以過去啦 可是呢 這位學長可能他當天有踩點 他發現對面那邊有一個圍牆可以翻得過去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呢 因為對面圍牆翻過去就是空軍的 那時候的一個很大的一個平台 就是那次飛機在起飛的那個跑道 那是那種很大的大平台就對了啦 那他不知道的是呢 這邊翻過去對面圍牆可能只有180公分 但是呢圍牆的對面呢 他有往下修了一個 類似豪溝的東西 他就是為了讓他們對 可能不要有人從那邊爬 底席啊什麼的 他那個豪溝呢 大概兩公尺多 那當然加上我們這一邊的這一個 1.8公尺的圍牆 大概就是4公尺多到5公尺的高度啦 那5公尺的高度大概什麼概念呢 就是你們家 2樓再往上跳高 大概反正就是大概 快到3樓左右的那個高度啦 殺腦管啦 3樓高的那個高度 大概那麼高 那你會想說從3樓高掉下去 應該也不至於OUT吧 難講喔 腳斷掉可能嘛對不對 可是呢這個學長呢 因為在當天他逃兵的時候呢 不小心被人家看到了 當然就嗶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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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嗶了 哨子就狂吹了嘛 當然大家就開始追他啦 他就很緊張 會怕嘛怕就跑 然後跑跑跑跑 他就看到對面的圍牆了 他也想都不想啦 他想到這邊 才1.8公尺而已 對面應該也不會多高 他就翻個圍牆過去了 那當然用搶背的姿勢下去嘛 最多就是乃凶而已 可是跑得掉 可是呢這個學長沒有想到是對面是一個這麼深的豪鉤呢 他直接翻過去之後呢就掉下去了 然後呢聽說就是脖子頸椎直接插下去 插下去就是奧土了就掛了 那掛了就死掉了嘛對不對 那當然之後呢他不是天天都出現啦 是之後在某一些特定的時候 當然是特定還是隨機我們不知道啦 某一些特殊的時候呢 你就會看到有人從這邊的草叢 從跑到對面那邊 一直重複這個動作 那各位相信各位知道鬼神的朋友都知道 一些冤死的或是亡或是不甘願死的那種 莫名其妙意外死的呢 他們會一直重複一些死之前的那些動作 這個人可能就是在重複他死掉之前的那個動作 一直在逃兵 當然這位學長的逃兵的動作啦 他其實事實上是沒有對 一些後續就可能看到的阿兵哥造成什麼樣的危害 是沒有的啦 就是怕到說一個人走過這樣而已 所以呢這件事情這些班長啊 就是歷任的班長可能聽一聽就覺得 也還好他也沒有造成什麼困擾 他就變成一個鬼故事然後流傳下來 就這樣而已 那天我可能運氣比較好跟我港鐵的就看到了這個傢伙 逃兵的這個傢伙 那就遇到這件事情 那當然在這時候啦 班長在講這些故事的時候呢 他有在透露了一個故事給我們聽 這個當然你們也聽一聽 那當兵各位都知道有一個東西叫肯清會 肯清會是什麼 就是當天穿的帥帥的那間白色的那間軍裝 我們海軍有一件很漂亮的白色的軍裝 整件白到會發亮的那一種 那你要穿那件軍裝然後呢 你的家屬會來軍營裡面 那看看你然後拿東西給你吃 那也是當兵新訓中心最爽的其中一天 那當天就是大家都會很開心 沒有任何的操課 就是家屬會來陪你 然後女朋友會來找你這樣子 那個叫肯清會 那這個故事就發生在 班長跟我講這個故事就發生在 某一年 也是N年前的十一宗發生的故事 我是十宗對 十一宗那時候呢 就是那年的肯清會 有一個很漂亮的梅亞來找他男朋友 然後兩個人就是 可能也約了要 退伍要結婚那種 反正就是兩個人感情很好 那當然這個女朋友去看他男朋友的時候呢 突然就是想要上廁所 我們要在雲區裡面要一整天嘛 他就想要上廁所 就問男朋友 男朋友就跟班長詢問過後 班長說 那可以去十一宗裡面接廁所 上完趕快回來 那這個梅亞呢就 跑到十一宗去上廁所了 那這個男朋友做錯一件事情就是呢 他讓女朋友落單 那各位都知道當兵什麼 就是當兵兩三年母豬賽貂蟬 不用兩三年啦 兩個禮拜你就母豬賽貂蟬了 那當然 同梅的呢有幾個心思比較不好 心思比較壞的那種 就跟著那個梅亞尾隨 那尾隨過去之後呢 當然你也知道當兵最怕就是一些性方面的那個 當然又是年輕男生會性衝動 看他們怎麼樣 聽說身材也很好 然後呢 這幾個壞男人呢 就合作把那個女生 你也知道就把他壞壞掉了 壞壞什麼意思你們知道了 壞壞 就把他壞壞了 那壞壞之後呢 這個女生當然 你也知道被壞壞了一定是夠嘛 對不對一定是夠啊 那當然那時候的 那時候的軍法法 聽說是判得很重 你強姦壞壞位置 壞壞 這種這種強制性交 壞壞別人 在軍法當時好像聽說 不是唯一死刑就是無期徒刑 聽說啦 那個年代 那這幾個阿兵哥呢 就很害怕說 靠北 如果真的被他告了 那就直接 夾頭刀了 所以呢 那幾個兵 就合作把那個女生給他 夾掉了 夾掉你們聽得懂 就直接把他咳 那被咳 咳 掉之後呢 這個梅亞就被塞在 聽說啦 被塞在 那時候的 十一宗的 廁所的 某一間廁所裏面 直到這個男朋友 發現女生沒有回來的 去找才發現 這個女生 已經在廁所裏面了 那時候 那時候當時有 聽說有偵查啦 然後是被這幾個鞭子 強肝的 因為這幾個鞭子很笨啦 那時候 媽在搞他的時候 沒有帶套子 可能就有沾到一些體液 然後警察 警察就有找到這些人 就對了 後來就大條了 可是呢 這個梅亞呢 他可能心懷不甘 所以呢 就會造成十一宗 發生一些故事 那現在講故事 就十一宗他們人在戰哨的時候 就會發生我之前跟你們講的 上一個故事講的 他們兩個在背對背戰哨的時候 就會聽到有人在 摳摳摳那個玻璃 那轉過來看 又沒有任何的人 這是我遇到的 但是呢 他們十一宗不同的是 他們十一宗的人 會聽到有人在 摳摳摳玻璃的時候 你轉過來看 就會看到一個 滿臉都是血的女人 貼在那個玻璃上面 然後用那很怨恨的眼神 一直在瞪著你 誰轉過來 他就瞪著誰 然後呢 那個兵亞就會被嚇到嘛 幹 那就開始哀啦 可能把精神施殺殺小了 反正 十一宗那邊就會發生 這種事情 而且這個事情的頻率 聽說很高 那時候的軍營呢 又不允許道士 零零零零 因為那時候軍中是 絕對是反對迷信 他是破除迷信的 所以軍方是絕對不允許 有道士進來雲區裡面 涼涼涼 但是呢 遇到的人一多了 長官也受不了了 就算了 好啦 那我們就 偷偷的 叫了當時在高雄比較有名的 道士 進來裡面 燒紙錢 涼涼涼去超渡那個 女人 後來有沒有超渡成功 我不知道 因為我不是十一宗的 齁 那 也不知道十一宗 有沒有人 後續在遇到這些事情 如果你們是海軍十一宗的 當然下面留個言 看你們有沒有遇到這個事情 或是你們在有沒有聽過類似的故事 反正 那件事情過後 聽說道士就來零零兩兩了 你也不能不信邪 那當然我在退伍之前 我在 新訓結訓之前 就聽到班長講的 新訓中心的這些故事 齁 那我下部隊之後 又是另外一些事情 齁齁 幹真的 那下部隊之後 我又是 因為我是 我說過我是輪船機械專業的 對不對 那下部隊 海軍的部隊 有分陸地單位跟 海上單位 就是艦艇上面 艦上單位的 齁 那不免輸的 我在抽的 大概抽兵科的時候 又不小心又被發到 艦艇了 因為沒辦法 我們輪船機械的一定就是 船上兵啦 所以呢 我就不免輸的 又被發到船上了 齁 那我當初 我那時候的船齁 是 那個叫什麼 我不知道 外面怎麼分級啦 我那時候的船的編號是 1106 11動6 岳飛 齁 我是岳飛艦的 艦船上面的船員 1106 11動6 齁 那當然有沒有其他 腰動拐 腰動八 腰動腰的那些 下面幫我留言齁 當然我是岳飛艦上面的船員 齁 我們就發到船上了 那我那一年呢 剛好遇到我們船在大修 齁 其實我是 我在船 我在陸地單位大概待了兩個多月 因為那時候我們艦船在大修 我是兩個月之後才開始 齁 我們才上船 開始去外面執勤 齁 那當然這個 我現在要講的故事呢 是在我執勤的時候發生的 齁 今天故事可能比較多 你們聽的會比較囉嗦 當然就當作廣播在聽 齁 那我在船上呢 就發生了一些故事齁 船上的直跟跟陸地 跟 新訓中心的直跟不同 齁 船上的 因為我是輪跡科嘛 我是 游擊兵 齁 我們輪跡的直跟呢 是五個小時 一根 齁 那個當然 那個甲板的我就不知道啦 看筍管啊 跟一些雷達 你們看你們幾個小時 一根啊 我不知道啦 筍管是我們的啦 船上的 單位 甲板上面是幾個小時一根 我不知道 我們下面是五個小時一根 然後每一個小時都要去 操錶去巡邏 齁 那我們的船其實不大啦 說大不大 大概 大概五十 欸 四五十公尺左右 其實不大 我們船不大 齁 那呢 我這個故事發生在我在夜間執勤的時候呢 齁 各位都知道齁 在 密閉的空間內 因為船艙嘛 密閉的空間內 如果你有那種 有幽閉恐懼症的人呢 你可能會有一些 不舒服的感覺 我沒有啦 但是 在機艙裡面 你就是會害怕 齁 因為你在 船艦行走的時候呢 晚上是沒有任何的人的 齁 因為大家都在睡覺 除了你之外呢 是不會有任何人在 在你那個船艙裡面行走的 不會 那一樣晚上你只會開那個戰備燈 就是小紅燈那種戰備燈 齁 那有一次我在執勤的時候呢 我們要去操錶嘛 操錶就是你要在 各機艙齁 那個機艙就是那個機艙裡面要去巡邏 然後記錄那個機艙的那個數據 齁 我在巡邏的時候呢 呃 那一次啦齁 我在走的時候 因為我要去見守的時候呢 我就 感覺後面有人在跟我的感覺 齁就是你在走路的時候會發現 因為你走路 穿那個靴子在 因為你穿那種工作鞋 在走路會有那個 其實很小聲但是會有走路的聲音 你會發現你每一步的時候 你後面就有一個聲音跟著你 就大概變成頻率是 他就這樣子 他的聲音比較小聲但是會有 那你會想會不會是回音 不是餒 就覺得為什麼會覺得不是 齁就是有一次我遇到的時候呢 我就走的時候聽到後面有聲音 我就 就開始加快你的步伐 你在跑嘛 我在跑那 那時候呢 你就忽然停下來 然後你停下來就 就沒有了嘛 那你現在後面的聲音就是 就不見了 那你就會怕靠北轉過去看 然後後面什麼人都沒有 那我就很緊張嘛 我就趕快 開了一間機艙 我就進去裡面 因為機艙裡面一定是亮燈的 開起來進去裡面門關起來 就開始在裡面思考人生 說 我幹 不是什麼地方都會對 因為其實我在船上 真的沒遇到什麼特別的事情 就那一次而已 遇到感覺好像後面有人在跟著你 然後呢 就 我在機艙裡 正常啦 我們正常是不可以這樣子 但是那一天呢 我就在那個機艙裡面 待了兩個多小時 我等於少尋了一班 我偷偷作表 我少尋了一班巡邏 因為我會怕 我不敢出去 我靠北 是到底什麼事 之後我來真的想想說 好啦算了 沒怕沒怕 我就把門打開 我走出去了 然後之後呢 就回到我原本應該要待的那個CCS艙 那後來呢 班長發現我兩個小時都沒有 因為晚上還是會有一個值班的班長 然後我回來呢 然後那個責班長說 嗯 阿幹你跑去哪裡啊 我說我去哪一間艙 那邊啊 然後我說 阿你怎麼沒有回來 我說我在那邊休息一下 我還是有巡邏啊 就開始糊弄他 然後呢 那個班長就看著我之後 他就跟我講說 你是不是遇到什麼事情啊 他就直接問了嘛 你是不是遇到什麼事情啊 然後我們那個班長是台南人 他就問我說 你是不是遇到什麼事情 然後我就跟他講 其實我剛剛就遇到那個 走路那個事情啊 然後呢 他就跟我講說 喔那個喔 一樣就是跟那個 陸地上那個 心心中心的班長 喔 他說喔那個喔 他就沒有講話了 幹你 你就是又很好奇的說 靠北班長是又怎麼了 他就說 也沒有什麼啦 因為他自己也不知道什麼故事 他就說 沒有啊 這個不是只有你遇到啦 很多人都有遇到類似的事情 但是都沒有怎麼樣啦 你也不用擔心啦 這樣子 所以為什麼會有人 從後面跟你那個腳步伸呢 其實到我退伍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只知道我遇過一件這樣的事 可是也就只有那一次而已 後來就再也沒有了 他就覺得很奇怪 就是遇到這件事情 但是你說很可怕嗎 也還好 就是感覺後面有人在跟著你 然後你確實就是真的有人在跟著你 這樣子而已 好 以上是我在當兵的時候遇到的故事 當然因應現在要準備中元節 講解鬼故事給各位聽聽 天氣也那麼熱給各位消消暑 當然故事如果不可怕的話 也就不好意思 因為真實的故事往往不會像那個 電影啊 或是一些靈異節目講的那些 營造一些很可怕的氣氛 不會啦 我們當然自己心生遇到的就是像這樣子而已 說可怕也不可怕 說不可怕好像有點毛毛的這樣子 以上的故事分享給各位 今天這一集就算是水過一集了 希望各位會喜歡 當做是廣播來聽 當然你遇到什麼樣的軍中鬼故事 想要跟我分享的 當然下面可以幫我留言 我們一樣來做個Q跟A 那我覺得這支影片還不錯 就幫我點個讚 然後記得訂閱追蹤分享轉發 那我的影片還是以玩具分享為主 只是因為 這個準備7月份講講鬼故事給各位聽 才做這一集 當然不是只有這幾個鬼故事 還有其他的 那如果你們想聽的話呢 當然 我們也可以來跟各位分享 那如果要覺得開直播會比較好的話 當然也是下面提供一下意見 有機會我們再來開直播 以上就這樣子 nan se san god night さぁ さぁ